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6月23日 鹿岛鹿角判全取三分 周三傍晚 日直连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鹿岛鹿角客场挑战大分三神 鹿岛鹿角近期状态不俗 球队过去四场各项赛事好取三胜意和不败战绩士气高涨 反观大分三神近四轮联赛仅鹿鹿得一胜 其余场次全部以失利告终 并且他们过去二次主场面对鹿岛鹿角也是全部输球 期间得失球比位一比五 两队相比之下 金扑当然看好鹿岛鹿角全取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散事的现场直播 大分三神经济整体表现十分糟糕 十七轮过后球队仅取得三胜三合十一负的劣迹 当中胜率不足两成 深陷降班尼潭 大分三神连续多轮未能取得胜技的表现已经是家常便饭 前轮他们好不容易才重返胜轨 但随后就以一场被对手凌风的赛果中断胜技 大分三神的整体发挥真是令人失望至极 从球队赛季至今的表现来看 不难发现大分三神封线十分乏力 军场0.71个入球数仅高于大阪飞角和FC横滨 球队整条攻击线也只有丁田野真人和常泽俊在苦苦支撑 而后防线也是脆弱不堪 军场1.53个失球数排在联赛倒数 截止目前球队也只有一轮比赛能够零封对手 其余场次均有失球 如今大分三神的攻防两端均无作为 示意他们即便坐镇逐场也难逃失利结局 阵容方面 后卫H太玉星因签证问题无缘披挂 另一边乡 鹿岛鹿角是日直连传统竞旅之一 球队自2016年以来 除了上赛季位列联赛第五名 其余赛季都是以前三的成绩结束日直连之旅 其实力不可小 不过经济他们的表现并不理想 赛季至今鹿岛鹿角取得8胜4合6负 战绩28分 现阶段这个成绩远未达预期 因而球队目前迫切需要追赶积分 自五月底他们西败于领头羊川崎前锋后状态迎来复苏 此后的四场各项赛事中斩获三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状态明显要比上述的大分三神好上不少 以土居胜真为首的攻击线 在此期间一共攻入12球 志在争分的鹿岛鹿角战役十足 此番和经济逐渐沦为云南球队的大分三神交手 客队是不会放过这个全取三分的机会 阵容方面 门将山田大树和中场远腾康因商缺阵 而中场地比杜卡和前锋爱科亚因签证问题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